大家好,我是惠惠,想吃薯条不要出去买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在家炸薯条 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又卫生,可以让孩子放心的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准备几个土豆去皮 把土豆切成厚片 尽量切的均匀一些 切成一厘米的宽条 大约和筷子头差不多的粗细就行 放入清水里面 给它浸泡五分钟 一呢可以是防止氧化变黑 二是可以去除多余的淀粉 锅中提前把水烧开 放入两勺食用盐 一会煮土豆条的时候让它入个底味 再倒点白醋 这样子在煮土豆条的时候它不会发面 把土豆条放入锅里 给它煮上两分钟 煮至透明状 像这样的就可以了 给它控水捞出 过一下凉水 给它控干水分 倒入盆里 放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用淀盆的方法给它拌匀 这个淀粉呢不用裹的特别多 像这样的就行了 薄薄的一层 锅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转成中火 下入裹好淀粉的土豆条 土豆条刚放进去的时候呢 不要大幅度的给它翻动 要把土豆条里面的水分给它炸出来 这一步呢稍微有些费时 要有耐心 炸这土豆的飘起来 给它翻动一下 炸这土豆条微微淡黄 先给它控油捞出 开大火把油温升高到七八成热 再把炸好的薯条倒入锅里复炸一次 这样子做呢 可以使薯条更加的粗脆 最后把薯条炸成金黄色 给它控油捞出 全体的声音非常酥脆 我们的薯条就做好了 炸好的薯条色泽金黄诱人 外酥里软 非常的好吃 自己在家做的薯条呢 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吃 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配着这个番茄酱 别提多美味了 喜欢的朋友们就试一下吧 喜欢户外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